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来看看这款车 我们今天就把Outback的旧款车和这台新款的越野车都拿出来了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这一款就是它的旧款 那这一款足够野性的就是它的新款Outback Wildness 那这款车我们看看它的外形是非常的野性 这款新的越野车它的性能是具备了Outback老款车的所有的性能 而且它增加了新的轮胎 这个轮胎是全地形轮胎 什么叫全地形轮胎呢 就是您在高速和越野都可以兼顾了 而且它是卧轮增压 最主要的是它的离地间隙 那老款的离地间隙是已经挺高的了 但是这款车的离地间隙会更高 更具有越野性能 而且它的外观最主要的就是它的外观 非常的粗犷 非常的野性 想不想开着它去越野一下呢 轮胎是越野车非常重要的一个配置 它跟Outback不一样的是采用了新型轮毂 和Yokohama Geolander的全地形轮胎 这种轮胎也叫做AT轮胎 是越野和公路性能兼顾的轮胎 备胎也是全尺寸的 隐藏在后备箱下方 它的离地间隙从8.7英寸增加到了9.5英寸 前后的保险杠角度也有所改变 尤其在特殊的地面 比如坡度大的地方 有泥坑的地方也不容易碰到保险杠了 跑越野路面的时候 地面通常不是很平整 所以车的底盘经常会被大石头撞击 或者是有些石头夹在底盘下面 使车出现故障 它下面就一块防撞滑板来保护车 我们来看看这款Outback Wildness 这款车的前脸部分 它的设计和老款有很多区别 比如说它的保险杠 它的雾灯 还有它的进气格扇的设计 其实和老款都是大大的不一样 引擎板上有个防眩光照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在越野或者是阳光特别刺眼的时候 它可以防止太阳光反光 所以是非常适合越野时候的使用 而且我们再看前脸有没有注意 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就是这个黄色的 前后这个拖车钩子 它这设计黄色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这也是Outback Wildness的这个家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 不光是这有黄色 而且咱们再看它的行李架上面 它的行李架的上面也有一个黄色的配备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它这个行李架是全新的设计 可以让它的这个辆车的承载的重量更高更大 这台车有重新调整升级的双功能X Mode和重新调整的传动系统 把前后轮的传动笔进行了修改 爬坡的能力大大的提高了 发动机是2.4升的沃轮增压 马力高达260 越野性能大大提高 我们现在来到了后备箱 我们看看后备箱有进行了哪些改造 轻轻一按 车门自动打开了 打开以后我们最范畴的就是在黑天的时候拿东西不方便 而它这个新款呢 在车门的顶端就设计了LED灯啊 就方便你在天黑的时候搬运东西 不会掉东西 非常的贴心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里面空间还是依然的那么的大 那关车门 轻轻一按 车门自动关上了 我们再来看看车里面 座位上有个SUBRAWildness的标志 就在这个背椅上非常的漂亮啊 而且座位上还采用了有质感的蜂窝设计 最重要的它还是防水的材料 方向盘和排挡杆也采用了橘黄色的线条 非常的美观 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也跟Outback不一样 它是采用了金属的材质 Saromonti Subaru车行不光是卖新车 它还有认证的二手车 还有lease车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 这里面的服务是在旧金山的No.1 而且这里还有华人的销售 欢迎您来咨询体验 Saromonti Subaru车行 由Great Four Dogs Rescue项目 营救狗给它们一个新家 每台车盈利的一部分会捐给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从90年开始 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向导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